打开小程序的主配置文件 把这个小程序的首页 先换成这个pages index下面的index这个页面 在pages里面 第一个项目就是小程序的这个首页 现在我想按下这个首页上面的产品列表里面的项目 可以打开这个项目的这个详情页面 先找到这个页面的视图文件 pages index下面的index.rwxml 找到cards里面的card 它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个navigator这个组件去包装一下 在这个组件的上面加上一个url 去设置一下打开的那个地址 这个地址就是pages vehicles下面的show 添加一个id这个查询参数 对应的值是item下面的id 然后我们可以再把这个harvard class的值设置成num 不然按一下这个navigator组件的时候呢 就会去应用一个类 这个类呢会添加一些样式 我们之前已经在card的组件上面应用了harvard样式 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去掉这个navigator上面的harvard的样式 再打开用来显示产品详情页面的这个主逻辑 pages vehicles下面的show.js 在它的unload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options参数 然后把下面这个id的值换成options下面的id 这个id就是地址里面的那个id这个查询参数的值 下面我们可以去预览一下 按一下产品列表里面的这个项目 会打开这个项目对应的那个详情页面 这个导航栏上面会出现一个返回的小图标 点一下它可以返回之前访问的那个页面